我国政治今天迎来了历史性时刻 巫统为首的中央政府和西蒙三党 今天下午同台签署了 《政治转型及稳定谅解备忘录》 当中涵盖六大层面 从当前的疫情、三权改革和独立 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乃至设立指导委员会 首相纳杜斯里伊斯麦莎比里就相信 这能够确保国家复苏 以全面及包容的方式前进 公正党方面则表明 即使签字合作 西蒙依然是在野党 国会也不会在明年7月前解散 先是有难得一见的首相与西蒙联合声明 如今又破天荒 有了跨党派谅解备忘录 朝野合作关系今天又迈进一步 首相纳杜斯里伊斯麦莎比里和西蒙三党党魁 下午5点在国会大厦同框 在众人的见证下 签署众所瞩目的谅解备忘录 让朝野合作以白纸黑字为正 首相在文告中说明 政治转型及稳定谅解备忘录涵盖六大要点 分别是强化新冠肺炎计划 行政转型 国会改革 司法机构独立 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以及设立指导委员会 首相强调 这份历史性备忘录构筑了强吻的跨党派合作 体现了大马一家人口号 强调团结一致和和睦精神之余 也呼应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的预旨 以协商民主精神克服任何困难 实现繁荣包容及可持续发展的国家 首相相信 谅解备忘录能搁置政治分歧 还能确保国家复苏以全面及包容方式前进 此外政府的转型工作 将能以卓越的治理方式 来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 同时促进有力的投资环境 从而带动强吻的经济增长 首相也不忘在文告中 感谢国会议员下定决心 抛开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 共同推进经济稳定和扶植 另外 共产党通讯主任法米也发文指出 这份谅解备忘录 明早将会发布到国会官方网站 尽管完整内容暂未公开 不过法米也透露了歇时端倪 表明朝野谅解备忘录 聚焦人民援助等之外 西蒙依然是在野党 而且不会在明年7月31号前解散国会 这场签署仪式的出席者 除了伊斯曼沙比里之外 还有国会上议院主席 丹斯里莱士雅丁 下议院议长拿督阿兹哈 国会反对党领袖兼公正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诚信党主席莫浩莎部 同事院级多媒体部长 丹斯里安努亚莫莎等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有点兴趣的感觉